撒加利亚书第七章 大利物王第四年九月 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 那时伯特利人拆派了沙利瑟、利坚米勒和他的随从 去恳求耶和华施恩 他们询问万君之耶和华殿里的众祭司 以及众先之说 我们还要在五月哭泣和禁食 向我们这许多年来所行的吗 万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告诉这地的人民和祭司说 这七十年来 你们在五月和七月禁食哀哭 岂是真的为我禁食呢 你们吃、你们喝 岂不是为你们自己吃、为你们自己喝吗 这些话耶和华不是曾借着从前的先知宣告了吗 那时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镇都有人居住 很是兴旺 南地和高地都有人居住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 万君之耶和华曾这样告诉你们的列祖说 你们要执法公正 个人要以慈爱和怜悯带自己的兄弟 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 你们都不可欺压 也不可各自心理图谋恶事 陷害自己的兄弟 但他们不肯听从 反而硬着景象充耳不闻 他们使自己的心刚硬如金刚石 不肯听从律法和万君之耶和华 借着他的灵 透过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 因此 万君之耶和华非常愤怒 我曾呼唤他们 他们不听 照样 将来他们呼求我 我也不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我用旋风把他们吹散到 他们不认识的列国去 他们留下的地就荒凉了 以致无人来往经过 因为他们使着美好之地 变为荒凉了